哈利路亚 我们西门教会 中日 父亲人 中辈 今天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 我们西门教会 各位长辈 弟兄姐妹 长职负责人 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安排 感谢主耶稣的安排 今天能够来我们西门教会 和大家来祝福敬拜神 今天能够来到西门教会 与大家一同敬拜神 看到我们西门教会 在会中的 资会人数这么多 看见我们西门教会 在会堂聚会人数 已经这么多了 我们本来都是 在聚会的时候 都是保持记忆 我们原本在聚会的时间 都会是保持距离的 现在看到我们西门教会 已经没有1.5公尺的距离了 现在看见我们已经没有 1.5公尺的距离了 很感谢主耶稣给我们台湾 很多天以来都算是零确诊 很感谢神让我们台湾 连续好几天都是零确诊 也让我们生活可以很放心 让我们在生活上可以更放心 今天早上要与大家一同分享的是 耶利哥之义 耶利哥这个建义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建义 耶利哥的战役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场战役 请翻开约书亚记第六章 现场由小弟来设计一遍 大家注意看 第一节 压力哥的生命 这些人就感染到很久 没人会出籍 也有的厚如厥师阿公 看我在厅厅压力哥跟厅压力哥的王 并大人的用事都在厅厅厅 你们一切平坦要 写这个生 只写一遍 六日都要这些 这些要拿这个 由各家在厅厅厅 到第七日 你们要写生七章 这些要分各 本各的各生 带到你们听到各生 这些政八生要大生好险 三像就必设计 各人都要往前在上 我们的 驾驊压力哥的这些来 反复他们说 你们更去厅厅厅 要有七个这些 拿七个用 在厅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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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面分一面走一面分 若是阿凡夫要的説明你們不能發陷 不能出聲連一句話也不能出你們口 等到凡夫你們發陷的日子那時 真正能夠發陷 以後要有辦法的玉貴寫生 將生生了一遍 正人回到爬來就在爬來住 若是阿一早起來 這次又更去搖壞的搖壞的搖壞 這次第七年有自己搖壞的搖壞的搖壞前 是想走走分割 住面去的在爬前走 後來對隨著搖壞的搖壞 這次一邊搖一邊搖 第二次正人中生生了一遍 就回到爬來去六日都是真有搖 第七日早上 天要搖壞的時 他們起來才有生生七遍 就到這日中生生生了七遍 到到了第七遍 這次分割的時 又是阿 凡夫伯先生會說發陷阱 因爲 要發已經中生交給你們了 這個生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爬壞民政規 他不會只有這個紀錄立六合和其家中所有的 可以存活 因爲 因爲 我們從來的我們所切的事實 至於你們 要經濟五湯出那棟的 爬壞民政規 中央的你們出了那棟爬壞民 就連累以色列的專業 讓專業受 救助 金銀 到冬天的氣氛都要整搖壞 爬壞民政規 這比較入妖化的 課長做的八色發陷 這也是 日本和八色聽見各生變大生發陷 三情就附陰八色變 中情進射 還有人 往前一生中生大處 各種 社長所有的無論 南路 老小 無油 自己都用刀殺人了 阿門 我們先打到這裡 這個 雅利哥 是伊勢的人 要進入加南第一 前進入一個戰役 這個 耶利哥的戰役是 以色列百姓要進入 迦南地前第一場戰役 這個時候 他們已經經過約旦河 此時他們已經經過了約旦河 我們來看這個 約蘇亞紀第二章 我們看約蘇亞紀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第九節 二章第九節 這個地下集民在你們民情心都消化了 第十節 因為我們聽到你們出阿紀的時 我們說 這幾年 有些人 從來的 有些人 在這幾年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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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出埃及走红海 这件这么大的事情早就传到迦南地 他们过红海时走干地来经过这个红海 这件很大的事情 这不是当时意识到埃及人知道 这件极大的事不是只有当时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知晓 我们知道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四处去 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往四处去 当时有加南人在附近 当时也有迦南人就在附近 所以这样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迦南地 他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这个红海 是耶和华真神要将以色列百姓 要将加南地赐给以色列人 这些加南地的人听到这件事 这些加南地的人听见这个消息心里就惊慌 在这里说心都消化了 没有一个人有迦南地赐 没有一个人有迦南地赐 这个迦南地赐 他对这个事情很熟悉 这个迦南地赐对这件事情很熟悉 我们刚才看这个经文就知道 我们刚才看见的经文可以知道 但是拉荷和其他人不同 但是拉荷和其他人不同 他来接待这个探子 他来接待这个探子 他跟他们说 我怎么接待你们 我怎么来温重你们 你以后也要叫我一家人 他对他们说我现在怎样接待隐藏你们 就是其他这些人没有这种想法 但是其他的人并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这些加南地人 尤其是亚利哥的人 尽量比以色列人没招 所以这个其他的人 就是特别是耶利哥的人 就被以色列人给灭绝 这个时候 以色列人刚刚来到吉甲 结架这个地方 此时以色列人刚好来到吉甲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这个经节 我们来看经节 约书亚纪第五章第十节 约书亚纪第五章第十节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 正月十四首了余月节 而在这个之前他们也有再一次的行割礼 因为出埃及之后新的一代都没有行割礼 日子满足后他们就在修一遍鱼月节 日子满足后他们就再首一次的余月节 第十一节 五章十一节这样说 余月节的鸡等红 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 余月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 我们可以知道这时候的以色列人 大约有两百多万 经过这个月蛋河之后 在这里生活 在这里吃当地的出产 在这里吃当地的出产 这表示玛纳停 玛纳停降 停降 表示玛纳已经停降了 那十二节 十二节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 第二天玛纳就出产了 这些人不过再有玛纳 那年他们去吃咖南地的出产 两百多万的人口 这时在这个结架这个地方 要在这里吃 这些人要吃 这些人要吃东西 这么多人要吃东西 他们还没有耕种 还没有耕种 他们还没有耕种 这样他们的食物要从何而来呢 是加南地的人 他们吃的 就吃迦南地的人吃的 我们看生命纪第六章 生命纪第六章 生命纪第六章第十节 是 那有的 你的生命你 尽他向你烈造 里面 阿湃 里在地上 族 有权应器 给你的那地 那里有生一 又有带 又有水 不是你建筑 有邦奥 蒼物 又用米 militar 不是你所圣貌的 有灶充的 水 不是你所圣的 还有葡萄红柑 不是你所在乡的 你吃了 吃了二千八十 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 他们吃的不是他们种的 这么多人口 先带就给他们安排好了 这么多的人口 神早已为他们安排 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前 就跟他们说好了 在还没进入迦南地 以前就说好了 你们现在来到迦南地的时候 你们有的穿 有的吃 有的住 还有的用 各样齐备 这些都不是你们自己去打拼来的 迦南地的地方是很富裕的 神带领他们进入 他们来到这里 这么多人口 他们先给他们安排 以便便便 他们来到这里 这么多人口 神都预备好了 所以第一年这么多人口 每次到达南地的时候 所以第一年这么多人 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没有办法耕种 但是这些田地都已经预备 水果五谷也都预备 水果五谷也都预备 我们知道这个四十年前 十二月差不多回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四十几年前 探子回来的时候 两个人扛到一串葡萄 两个人扛着一串葡萄 葡萄真的有名很大 那你的葡萄是很大颗的 要两个人扛 需要两个人扛 这一串葡萄就得两个人扛 葡萄很大 一串葡萄就得两个人扛 真的有的这么大 我们看网路 那个东西 就是说现在以色列 中党还有这种名字 我们可以在网路搜寻 就可以看见以色列的地方 确实有这种东西 所以说 这真的是神所应许流奶与蜜之地 来看这个 约书亚纪第六章 我们请看约书亚纪第六章 第十节 看这个 第五章 请看第五节 以前曾经听过一个姐妹这么说 她的学生很聪明 她的儿子很聪明 当她在在上参加这个宗教教育的时代 当他们参与宗教教育的时候 在教会上完课回家 跟妈妈说 就对母亲说 妈妈你知道这个压利哥的城墙是往内岛还是往外岛吗 他就跟他妈妈说 妈妈你知道这个耶利哥的城墙是往内岛还是往外岛吗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我还听一个 哇 真的 我一听就觉得果真如此 真有道理 也是很有道理 这样是合理 是合理 但是我们可以想看 到底是怎样 那我们也可以想看看 对这个第六章 约苏亚纪第六章 从这个约苏亚纪第六章 要用第一段就是同样的信仰 第一段就是同样的信仰 第二个就是同样的心思 第二个就是同样的心思 第三个就是同样的步调 第三个就是同样的步调 第三个就是同样的信仰 第四就是一样的声音 第五就是不再重建 第五就是不再重建 第一 同样的信仰 第一 一样的信仰 一些人出埃及 这个时候 老一辈的 这边上已经死了 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个老一辈的都已经死光了 我们来看神明记第二章十三节 我们看生命记第二章十三节 第三章十三节 现在起来过三个铁 就这样我们过了三个铁 一样的 一样的自从离开家庭达百年 到过了三个铁 时代共三十八年 我们那些世代的平常都对 命中协议 在命中协议 这叫神所有过的 所应许的 这里照神的应许 就是当初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 十个爆坏消息 两个说我们可以进入加南地 因为这十个爆坏消息影响了全部的以色列人 其他青年兵丁也都很温元 其他的年轻的兵丁也都发怨言 于是耶和华就说 这些人就是这些兵丁 对二十岁到六十岁的兵丁 就是说二十到六十岁的这些兵丁 都不能进加南地 唯独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加南地 唯独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加南地 这个时刻真的教训所说 此时真的按照神所说 当他们在抹压地安营的时候 又再发生这边拜无上的事 又再发生一次拜偶像的事件 心淫乱 神再次降瘟疫在以色列人中间 至此之后以色列人才经过约书亚进入加南地 此时真的剩下两个人走过约书亚 连这个摩西都没有进入加南地 因为受到以色列百姓的影响 摩西也不是没有个性 圣经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症狼 圣经说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症狼 被以色列人的怨言给烦扰 神就说那你也不能进入加南地 再来这个新的一代 他们也都是一样的信仰 其实这些人出埃及的时候 也是有带着偶像出埃及 摩西在西南山的时候 40天没来的时候 他们就做一个牛犊 在他40天都没有下山的时候 他们就自己造了金牛犊 在他们在旷野的40年当中 如何将他们磨练 以前的一代已经死光了 新的一代起来了 他们眼中所见 耳朵所听 现在进入加南地的这些人 都是新的一代 只有迦勒和约书亚可以与我们一同进入加南地 他们亲眼所见这两个人的见证 和以前都不一样 他们是一样的信仰 请看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十一节 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十一节 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一节 现在新的一代信仰与以前不一样 以前旧的那代信仰是很薄弱很弱的 动不动就发怨言 还带偶像出埃及 离不开偶像 现在新的一代信仰很坚定 当这两个半支派和以色列人一起征战了迦南帝 他们要回去约旦河东 但在约旦河边就在那儿粗大 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听到这个事情 觉得怎么可以 他们说不可以另外竹坛 更何况是拜偶像 现在的以色列人是很坚定的信用 一样的信仰 他们听见这事就要上去攻打这两支派 这表示经过训练之后 被神管教之后 他们已经是战战兢兢 他们已经是战战兢兢 是敬畏神的 唯独要信靠耶和华真神 神赵约书亚怎么吩咐 以色列人都渐渐不敢说话 以色列人都静静的听 当约书亚跟他们说 当约书亚对他们说 你们生生的时候 你们绕城的时候 不可呼喊 不可出声 不可出声 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 这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是40年前的以色列人 是不可能办到 我们再往前推想 40年前是派12的探子 现在约书亚只派两个探子 现在约书亚只派两个探子 12的探子回来 说这加南帝不可以打 这个十个探子回来说 加南帝不可以去 加南帝怎么可以打 那人那大阵怎么可以打 他们说加南帝的人这么强壮 我们没办法赶过他 现在呢 但现在呢 这两个探子 这两个探子 他要加南帝看了 进去加南帝看之后 都回来什么话也不说 只说了 约书亚接待他们的事 比较之下是完全不同 其实这两个探子 到加南帝看到的也是同样 其实这两个探子 进加南帝所见的一样 里面也都是很高大的人 40年前说那个巨人 那里面的人感觉 跟我们比较起来 我们像草莓一样 40年前进去看到巨人 说我们比不过他们 现在这两个探子回来 都没有说这些事情 现在这两个探子出来 回来 40年前到40年后 加南帝的人都一样 没有改变 40年前40年后的加南帝的人都一样 都没有改变 这个时刻也是 新库三四公尺 也是身高三四公尺 那如果站着会射到天花板 就是站着就会顶到天花板 这两个探子回来也很有信心 没有说我们不能进去攻打 这就是他们的信仰 如果靠着耶和华真神 他们知道靠着耶和华真神 这个耶利哥城不论如何都会健康 这个耶利哥城不论如何都会健康 我们都可以把它攻陷 可以将它给攻下 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 如果是以耶和华真神为神 那是有福气的 是有福气的 是很强大的 是很强大的 像现在的以色列国同样 就像现在的以色列国 现在的以色列国 那不是我们台湾的三分之一而已 现在的以色列国大约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 是啊 不太清楚的 好像三分之一的 大概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我们台湾三分之一的地土 人口而已 大约只有台湾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 这样 以耶和华真神为神 以耶和华真神为神 他们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他们是很强大的国家 这个家庭 一个家庭 那以耶和华真神为神 如果是以耶和华真神为神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家庭 我们家里在客厅 我们都有写 基督是我家之主 我们知道有很多家庭客厅 都会写基督为我家之主 当约书亚到最后 要离开世间以前 年老的时候 当然约书亚年老要离世的时候 吩咐以色列人说 他说你们是要信奉以前巴比伦的神 还是埃及的神 你们可以做选择 但是我和我的家 我都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 但是我和我全家都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 一个家庭若以耶和华为主耶稣为真神 一个家庭若以主耶稣为真神 以主耶稣为主 以主耶稣为主 这个家庭是一个福报的家庭 这个家庭就是和睦的家庭 是神祝福的家庭 神同在看过的家庭 是神同在看过的家庭 不是说神看过的家庭 这个子孙就说 大家都这么有心情 不是这样说 也不是说神看过这个子孙就会都很有成就 就是在这个道理里面 是在道理里面 蒙神的保守 蒙神的保守 不让我们别母烦恼 不会让父母担心 大家敬畏神 大家敬畏神 我们来看一个经节 以福所书4章11节 以福所书4章11节 4章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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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 chuck 拿到有市消费 那蔭神人 其实太有神比 里面说到神的身体 主持有各种不同的功能 这一边是将 быть 怎样建立 那 JESSE 来建立 将来就是在这个今天头上 会重圈与一 在这现代中文 画得そう 在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译 最后我们将对神的侦 有一体的信用到尽法 最后我们将从神那里一致的信仰 我们将中台生息 我们将长大诚实 达到基督完全的境界 达到基督完全的境界 台湾有很多基督教牌 台湾有许多的基督教派 以前也有人曾经想要把我们台湾基督教派 也曾经有人想要整合所有基督教派 最后也是不可能 最后是不可能的 但是唯独我们真耶稣教会 和外教会不同 和外教会不同 我们有一样的信仰 我们有一样的道理 我们同一本圣经 我们说的都同一样 我们同一本圣经所说的也一样 我们同一本圣经所说的也一样 我们同一本圣经所说的也一样的五大教义 我们一样的五大教义 就是我们的共信 就是我们共信之道 就是我们共信之道 我们教会完全教圣经 我们教会完全按照圣经 所以真耶稣教会蒙神祝福 才有可能到今天这个时候 还这么完整 才有可能到现在还这么完整 我们就是有一点的信用 我们有一致的信仰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有一样的信用 有一样的信仰 以色列人在以前他们有很多闲杂人 影响到这个他们的信用 来影响了他们的信仰 时常发怨言 到现在来呢 到现在 要怎样 都总是同心合意 现在都是同心合意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6节第8节 我们看约书亚记6章第8节 约书亚记6章第8节 约书亚记对八世说 说完了为七个祭祀 拿到七个阳格 丘迹矮南城闻盒 都要返回在他们厚边今夕 到边上去的丘迹 本贯在这个丝头前 已经遇见 有对于丝头到远走 这丝一面走一面不 约书亚 阿凡书亚卑德 一直说 我们不能发贤 不能出来 你们一几个案 不能出人 当到我凡书你们发贤的日子 那时才能发贤 以色列人在绕城的时候 他们是一切的兵丁在这里绕城 人口很多 但是在此时他们都同心 同心合意 都没有杂音 不再像以前 遇到一点点困难而已 三天没有水可以喝 发怨炎 说我们都没有水可以喝 整个营都发怨炎 其实我们可以想三天没有水是很痛苦的 但他们没有想到耶和华真神会可以给他们喝水 我们遇到事情 不一定要发怨炎 就像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遇到事情发怨炎来解决 但是这个摩西 摩西不能发怨炎 摩西是不能发怨炎 摩西也是三天没有水喝得不是 他也是一样三天不能喝水 摩西也是没有发怨炎 但摩西也没有发怨炎 可以让我们知道面对困难的时候 要向神祈祷 要向神祷告 要温柔、轻微 要温柔、谦卑 交托神 不是用法怨炎来处理的 并不是靠发怨炎来解决 难怪神说你们这些都不要进入加南地 难怪神说你们这些人都不可进迦南地 这个时候政人都相信 这时众人都相信 因为没有闲杂人在中间那些乱 因为没有闲杂人在中间扰乱 闲杂人 民宿记在中第四代的闲杂人 民宿记当中有记载到闲杂人 原文的意思是乌合之众 原文的意思就是乌合之众 这都不是冰丁 就不是冰丁 但是放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会影响整个以色列百姓 现在新的一代 都没有这种人 当他们在绕约书亚如何分析 他们就怎么做 没有一个人出生 没有一个人出生 没有一个人说 这种要求很不合理 都没有人发出 怎么会有这样不合理的要求 都没有发怨言说 叫我们绕城还不可发出声音 不可呼喊不可出声 这么多人在绕城很痛苦 当过兵都知道 一个连有几百多个人 一百多个 要把这一连里面炒到一条心 要把一个连都让他们上下同心 炒很久的时间 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这连里面会发生很多事 当中会发生很多事 连长说不能出声 连长说不可出声 但是里面有人 咳嗽 当中可能就会有人会咳嗽 咳嗽会怎么 那咳嗽怎么办 咳嗽也不能 咳嗽也不能 我以前做海军陆战队 我以前是海军陆战队 现在大家可能看我三匹八 这个有五个人 海军陆战队 大家可能看我不是很像 我们在出操的时候 我们以前在出操的时候 早上起来整队的时候 早上起来整队 有人咳嗽 有一个人咳嗽 连长说出来 就请他出来 拍到头肩五十的伏地挺身 就请他坐五十下伏地挺身 操到地点点都没有人咳嗽 不敢咳嗽 从此之后就没有人敢咳嗽 做兵真的会这样 当兵确实会这样 操到让大家的动作都一样 操到让大家的动作都一样 现在的以色列人就像这样 当约书亚说 不敢哭也不敢出声 当约书亚说不可呼喊 不可出声 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 以色列人这样 这么十几万的人靠 在那里写什么 以色列人有六十几万的人在绕城 我们来看这个经济 我们来看经济 约书亚记六章第三节 约书亚记六章第三节 你们的一切兵丁要适 这些 只适适一遍 六字都要怎么走 是一切兵丁 一切兵丁是什么 这里是一切兵丁是指什么 六十几万的人口 就是有六十几万的人 现在的兵丁有六十万空 一千七百三十万 现在的兵丁有六十万 一千零三十个 这个夜历割层很大的 这个夜历割层是很大的 很坚固的 是很坚固的 我们可以上网去查 夜历割层到底有多少 我们可以上网搜寻 这个夜历割层有多大 这些兵丁在那里写 这么多的兵丁在绕 没有人出声 这是很奇怪的事 没有一个人出声 是很奇怪的事 神可以把他们教导 变成这样 大家都不敢出声 大家都遵守神的吩咐 这不是一天而已 这不是只有一天就能存 不是啊 我们现在一天 要这样洗一遍 回来休息 不是一天 只有绕一次就可以休息 这是七天 是总共有七天 第七天洗七遍 第七天要绕七次 最后的网头才可以喊出声 这是很不简单的 这是很不简单的 我们来看这个警察 我们来看经节 看一幅所书第四章第一章 看一幅所书四章第一节 我为主 正说 我为主 华 在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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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疑 放任此事 在梦条 相当做人 就等了 跟梦条 这一備 要想请 本书 欠乎温求人来用爱心和相宽容 用好评逼出联络 极力保守圣灵所属合日为他的心 一些人在这个时候可以这么温柔 以色列人在此时可以这么温柔 这是神特别保守的 是神的特别保守 在这里保罗说 极力保守圣灵所属合日为他的心 这里保罗说 极力保守圣灵所属合日为一的心 这人不是神给他们保守他们的心 若不是神保守他们的心 做不够 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 这中国攻打耶利哥城 所以整个攻打耶利哥城 是神亲自在操作 是神亲自在操作 没有意识的人说 对这个圣灵有做什么特别的 没有让以色列人对这个城墙 特别做什么攻打的贡献 只要发现这个圣灵就会塌陷了 只需要呼喊城墙就会塌陷 好 我们 最后就说到这 我们早上就先说到这 这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人在学习的时候 他们是按照这个军队 就是神给他们安排队伍 以色列人在绕城的时候 是按照神吩咐的队伍 大家都不可以抢风头 大家都不可以抢风头 想说我这年厉害 我怕做后面 这样怎么对 不能觉得自己很厉害 怎么可以走在后面 在教会也一样 我们有秩序 有敌俗 我们需要有秩序 教会有负责人 教会有负责人 有中纪 也有长职 负责人有国主的工作 负责人也各司其职 彼此合作 就是这样 虽然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每个人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同心合意 彼此工作 肢体互相的帮助 肢体互相的帮助 我们这个 总务 不能说 教会 教会的工作 总务 不说不说自己来做 不能说 教务的工作 总务都不说就拿来做 因为我们教会有职务会 因为教会有职务会 就是都在职务会里面的协调 都在职务会当中协调 当中不会去秩序 不会去抢 但是也是互相在帮忙 但是也是互相帮忙 所以说 不能在教会 就是要职务 所以在教会当中要谦卑 我们不能这样说 抢在前面 不可以凡事抢在前面 我们要照规矩来 要照规矩来 好 我们一起 休息 我们一起 谢谢大家